各位同学,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一致性的评价方法 一致性分析或者称之为相关性分析 是指对两个或者多个具备相关性的变量进行分析 从而衡量其相关性的密切程度 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有五个不同的物品 比如说五部电影 那么假设有两个评委 Rate1和Rate2 对这五个电影的评分 如下面的两个列表所示 则两个评委之间的一致性如何呢 好,那么对于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考虑使用皮尔森相关系数法 来进行一致性的评价 那么在推荐系统中 皮尔森相关系数 常用于衡量两个用户兴趣的相似度 也可以被用来衡量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相关性 其既适用于离散 也适用于连续性的变量的相关性的分析 那么下面这个就是皮尔森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 其中COVXY表示X和Y之间的斜方差 SγX是X的最方差 μX是X的均值 E表示数学期望 那么皮尔森相关系数的取值区间为-1到正1之间 取值为-1表示完全的负相关 即这个变量下降了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就会上升 取值为正1表示完全的正相关 取值为0表示没有线性相关 那么这里注意 第一 如果某个用户总是倾向于给出比另外一个人更高的分值 而两者的分值之差又始终保持一致 则两者间依然可能存在很好的相关性 例如在本例中 Rate2对不同物品的打分总是比Rate1高一分 可见排除二者的个性偏好以外 二者的相关性还是很好的 那么事实上 在本例中 二者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为正1 即表示完全的正相关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 另外一种常用的一致性的评价方法 即科恩卡帕相关系数 那么其与刚才讲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的区别在于 科恩卡帕相关系数通常用于离散的分类的一致性评价 如果数据是非离散的 比如说想考察两个研究者关于血压数值测定的一致性 由于测定的血压数值是连续的变量 则不适合直接应用卡帕 那么科恩卡帕通常被认为比两人之间的简单的一致性百分比更强壮 因为卡帕考虑到了两人之间的随机一致的可能性 那么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 科恩卡帕主要用于考察两个评价者之间的一致性 如果评价者多于两人时 那么则可以考虑使用另外一种卡帕 即Flex卡帕 科恩卡帕相关系数的计算方法 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 假设有50个人申请假学金 有两个评委A和B负责评审 那么每个评委对每个申请者说yes或者no 那么假设AB的一致性的情况如这个矩阵所示 那么矩阵的主对角线上的数据 即左上角到右下角表示AB两人的一致性的数量 而偏离主对角线上的其他数据 表示AB两人不一致的数量 那么有了这个矩阵以后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科恩卡帕来计算AB两个评委之间的一致性 我们首先利用这个公式来计算AB的一致性的比例PO 那么注意到 这个公式中分子为AB两人的总共的一致性的数量 分母为矩阵的所有元素的总和 那么可以求得PO等于0.7 然后我们再计算AB之间的随机一致性概率PE 那么我们注意到 A对25个申请者说yes 因此比例为25除以50等于50% 那么B对30个申请者说yes 因此比例为30除以50等于60% 因此AB两人随机都说yes的概率 PS等于这两个数的成绩等于0.3 那么我们统领就可以求得Pno等于0.2 就是AB两人随机都说yes的概率为0.2 那么则AB的整体随机一致性的概率PE 这等于PS加上Pno等于0.3加0.2等于0.5 那么我们最后使用科研卡帕公式 可以求得K值为0.4 科研卡帕取值的一致性含义 那么得到了科研卡帕的取值以后 如何解释其一致性结果呢 科研卡帕的分值通常在负1到正1之间 如果卡帕的取值为正1 说明结果完全一致 取值为负1 说明结果完全不一致 那么取值大于或者等于0.8 则说明已经取得相当满意的一致程度 卡帕的取值如果小于0.4 则说明一致的程度不够理想 那么0或者更低则意味着不一致 弗莱斯卡帕 如前所述 弗莱斯卡帕主要适用于评价者 多于两人时的情况 那么可以衡量多个评价者之间的一致性 这个矩阵是14个评价者 对10个物品进行5G评价的结果 即大N等于10 小N等于14 K等于5 那么这里每一行表示一个物品 以第一行为例 其表示对于第一个物品给出1234颗星的评价者数目均为0 给出5颗星的评价者总共有14人 那么显然每行的元素数量之和应该为14 因为总共有14个人进行打分 那么基于这个矩阵的信息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计算弗莱斯卡帕的相关系数的过程 首先步骤一 对每一列计算PG 即同列的数据相加除以任务的总数 这里任务总数为14乘以10等于140 那么PG可以理解为每个分类的随机移植概率 这里以第一列为例 则P1为第一列的数据总和 除以任务总数 得到0.143 那么其他列的计算方法与此类似 然后是步骤二 那么利用这个公式来计算Pi 集对每个标注任务来进行实际一致的计算 那么这里我们以第二个物品为例 那么此时P2通过这个公式可以求得其值为0.253 那么其他物品的计算与之类似 然后是步骤三 分别计算Po和Pe 那么求得Po等于0.378 Pe等于0.213 最后是步骤四 来计算弗莱斯卡帕的系数K 可以求得0.210 那么以上就是弗莱斯卡帕的相关系数的计算过程 好 这一讲就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 谢谢